好 來 各位同學 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開始 憲法的總複習課程 總複習課程 大家手上都有拿到講義 跟大家做報告的是 這個總複習課程 總複習課程呢 在我們的講義的安排上面 第一個部分 前半段 我跟你從歷屆事體當中 分門別類的幫你做歸類 幫你做歸類 讓你知道說每個單元歷屆 主要集中在哪一些 用這樣的方式掃歷屆事體呢 效率很高 你很快就可以掌握住 每個單元他考題的重點 好 那第二個部分是最新的試制 最新的試制呢 在同學們講義的後半段的部分 後半段的部分 後半段的部分有一些最新的試制 那這些最新的試制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醫師考的是選擇題 選擇題考試制 你掌握住幾個東西 第一個 本案涉及什麼基本權利 然後結論 核線還偽線 然後核線 偽線 背後所涉及的 那個憲法原則是什麼 比如說是涉及法律保留 還是別例原則 還是現在保護 還是進行說的計劃 一般就考這三個 那這種三個 這種考法呢 你大概掌握住解釋文 就夠了 就夠了 所以醫師的部分 後面同學們看假印後面那個試制 我只跟你附解釋文 那你說老師 那理由書呢 那是二四要處理的 二四的話 你不能只看解釋文 要理由書要去論證 要做基本權的違憲審查 那這個是我們二四的課程會跟大家做處理的 先跟大家做個說明 一四有一四的考法 我就有一四的總複習方法 二四有二四的 我就有二四的教法 和資料給大家 好 那這個資料還蠻多的 我們就不講廢話 趕快 趕快來跟你做內容介紹 好 來 打開講義第一頁 好 我們先從這邊做出發 先把體系架出來 如果 在憲法的部分 我們分成總論和個論 憲法的部分 我分成總論和個論 跟大家做介紹 好 那總論的部分 主要談什麼 談憲法的一些什麼 一些基礎 基本原則 主要談一些基礎的理論性的東西 各論的部分 則談三塊 第一塊 基本權利 七到二十三條的基本權利 第二個 二十五條以下的政府組織 還有基本國策 還有基本國策 好 那我們的整個課程 也是照著這個架構 整個照著這個架構 來跟你做編排 做講義的編排 好 來 那我們打開講義 看到第一題 第一題 第一題開始 我們就從這裡 基礎的部分開始 做出發 來 第一題 他說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認為 減速聯盟條例 第二條第三款 第二條第三款 關於欺壓善良的規定是違憲 請問這個違反的下列 何種原則 大法官認為欺壓善良規定是違憲的 這四個字 他違反了什麼 寫上去 答案哪一個 答案B 他違反了法律明確性原則 他違反了 他違反我們這邊的法律明確性原則 可以嗎 好 那這主要在寫上去 這在四字 六三六 請各位特別注意 四字六三六號解釋 除了欺壓善良 大法官認為欺壓善良 以這四個字去定義牛馬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違反法律明確性之外 另外兩個寫上去 品性惡劣 品性惡劣 另外再 油膽無賴 欺壓善良 品性惡劣 油膽無賴 這三個流氓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四字六三六 好 這是第一題 跟你做補充 如果我會 有重要的東西 我會停下來跟大家做補充 好 來 那麼接下來第二題 第二題 憲法171條規定 法律與憲法抵觸者無效 172條規定 命令與憲法或法律抵觸者無效 請問從這兩條規定可以導出什麼 答案是C 憲法最高性 17172揭示了下位階的法律或命令 抵觸上位階的憲法的話 下位階的法律或命令會無效 這個叫做憲法最高性 答案C 答案C 可以嗎 好 第三題 限制人民基本權力的行政命令 雖經法律授權 但如果超出授權範圍 它抵觸了下列哪個憲法原則 來 把超出授權範圍畫起來 超出授權範圍代表沒有法律的授權 可以嗎 沒有法律的授權 就去剝奪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的話 那它就違反了C 法律保留原則 答案C 好 把超出授權範圍畫起來 自己寫上去 等於無法律授權 好 諸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的審理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下列敘述何則正確呢 A 應由行政員移送 不對行政員幹掉 改成內政部 由內政部向司法院大法官申請 然後呢 BC諸 來 直接看到諸是正確的 關於政黨解散的宣告 應由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以圈牆 以判決為之 可以嗎 判決圈牆 判決圈牆 好 那這個有關政黨違憲的解散 你把程序寫上去 第一個 內政部申請 由內政部提出申請 然後呢 由司法院 由司法院的大法官 去審理 這是他的程序 那司法院的大法官審理的時候 會組成什麼 組成憲法法庭 司法院大法官他會組成憲法法庭 他會組成憲法法庭去做審理 司法院大法官他會組成我們的憲法法庭 然後去對這個部分去做審理 好 那大法官 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 如果認為政黨的目的或行為有危害中華民國存在 或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的時候 他用判決的方式把它解散掉 好 那口頭跟大家再做補充的是 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就現在考試的當下指出兩件事情 第一個 總統副總統的彈劾 第二個就這邊政黨委員的解散 好這題跟你說明到這裡 下一題 第五題 勞工保險旨在保障勞工生活的安定 以符合憲法153條保障勞工生活的國家目標 請問根據609號解釋 勞工保險在我國的定位為何 答案是B 它是商業保險 而且它具有強制投保的性質 對 它是社會保險 它是社會保險 然後具有強制投保的性質 所以這題答案是B 它是社會保險 好 那這是這個題目 來 接著下一題 下一題 第六題 他問你 他說 有關法律保留下列敘述何則正確呢 來吧 絕對法律保留又稱國會保留 沒有錯 他強調要由立法者親自自訂法律 不可以授權行政機關訂定命令 也因為絕對法律保留強調 立法機關要親自訂定命令 所以又稱作國會保留 相對法律保留又稱行政保留 不對 相對法律保留和行政保留是兩個對立的概念 相對法律保留指的是 立法者可以用法律規定 也可以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 行政保留則是這個事項不用你立法者規定 我行政具有獨佔的排他權限 可以嗎 這兩個是對立的概念 所以又稱為三個字槓調 這兩個是沒有關係的 B 憲法保留事項可透過立法程序與變更 來 可 槓調改成不得 憲法保留事項不得透過立法的程序與變更 諸 我國大法官曾做出解釋 反對成極化法律保留題 不對 反對槓調改成建立 大法官曾經在四字第四四三號解釋當中 建立成極化法律保留 可以嗎 建立成極化法律保留 可以嗎 我們複習一下吧 大法官在四字第四四三號解釋理由書當中 他建立成極化法律保留 好 我簡單一些 大法官在四字第四號解釋流書 他針對干預行政的事務領域 和給付行政的事務領域 建構了不同的成極化法律保留 干預行政的事務領域呢 他分成憲法保留 絕對法律保留 絕對法律保留 相對法律保留 和非法律保留 好 這是干預行政的部分 好 那給付行政的部分 好 分成重要事項的給付行政 和非重要事項的給付行政 好 我們口頭複習一下 在憲法保留層次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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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的權限歸屬是歸屬於自憲者 由自憲者用憲法加以規定 立法者不可以制定法律 怎麼樣 去對他做更改 這就是我們什麼 我們選項C 那個概念 可以嗎 憲法保留是向立法者 你不可以用法律去動 憲法保留立子 憲法第八條為人生自由 可以嗎 那絕對法律保留 剛剛選項B 選項A又稱作國會保留嘛 對不對 由立法者親自制定法律加以規定 不可以授權行政機關 奠定法規命令 那絕對法律保留例子 還記不記得例子 對 生命權和人生自由 生命權剝奪人生自由 限制屬於絕對法律保留 那相對法律保留呢 相對法律保留 可以用法律規定 也可以用法律授權行政機關 奠定法規命令 例子 生命權和人生自由 以外的基本權利 原上都會做到相對法律保留 那非法律保留呢 這個事情不用立法者規定 也不用立法者授權 我行政機關自己 可以訂定職權命令 加以規定 什麼例子 執行法律的細節性 和基礎性的次要事項 好 那這是我們部分 那給付行政呢 重要事項的給付行政 有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 非重要事項的給付行政 沒有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 這就是我們整個 4次4次3解釋後當中的 成績化法律保留 好 複習完了 來下一題 我幫你補充完了 那接下來往下一題 像現在補充的這種小體系 這個二四都會考 二四都是你要背的 來第七題 共和國原則的正確理解是 來 共和國一定是民主國 共和國 來一定是 剛才改成未必是 共和國未必是民主國 最典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是不是共和國 是 但它是民主國嗎 沒有人把它當民主國家 B 君主立憲制是共和立憲下 最重要的憲政體制 不對 君主立憲和共和立憲是兩個平行 而且在同一個時代相互競爭的政治理念 可以嗎 君主立憲強調 我要一個國家元首 這個國家元首就是軍王 然後這個軍王採取世襲 然後由這個軍王去頒定憲法 然後來和人民共享國家權力 共和立憲是 我的國家元首 我要一個國家元首 可是國家元首我不要世襲 我要選舉 我要透過定期改選的方式 比如說四年一次的定期改選方式 去產生總統 然後呢 在總統之下 在這種共和制之下 然後我們去頒定憲法 這叫共和立憲 這兩個是對立的 沒有誰是誰的上位下位 所以B錯 C 只要建立共和國 就不會有一黨專政 來 就不會出現 來 就不會幹掉改成 未必不會 未必不會出現 來 一樣例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是共和國 但是它呈現了什麼 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情況之下 你看這題 這題的出題的時候 應該對中共很有意見 好 來 出共和國概念涉及國家元首的產生方式 沒有錯 把國家元首產生方式畫起來 旁邊寫兩個字 旁邊寫四個字 選舉產生 共和國原則強調 國家元首必須透過選舉而產生 好 那這一題的選項 這一題的選項答案出 答案出 答案出 好 第八 有關民主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憲法中有民文規定民主原則 這是對的 憲法第一條 B 我國民主制度以代議民主為主 直接民主為副 來 代議民主畫起來 旁邊寫間接民主 這是對的 好 我們是先選出國會議員 選出立法委員 由立法委員代替我們人民 進到立法院去 將人民的意志 轉換成法律的內容 然後讓國家去 讓行政權去依法行政 讓司法權去依法審判 好 所以我們是選出代議師 幫我們做這件事情 這是對的 那我們有沒有間接民主 有 我們有沒有直接民主 有 像憲法上的創制複雀權 法治上的公民投票 都是直接民主的展現 好 所以C 公民投票屬於直接民主的表現 這是對的 駐區域選出的立法委員 皆屬為任代表 只對原選區選民負責 來 那個為任代表 這是對的 然後只對原選區選民負責 不對 後面要槓掉 改成對全國國民負責 對全國國民負責 好 旁邊補上去 大法官針對人民選出代議師之後 人民和代議師之間的關係 在學理上有命令委任制和自由委任制 而大法官在4-499號解釋 針對人民與代議師之間的關係 他說我們採取非純粹的自由委任 我們採取非純粹的自由委任 在自由委任之下 在自由委任之下 由某一個選出 由某一個選舉區所選出的民意代表 選出來之後 他不是只有代表該選舉區 而是代表全國人民 比如說 比如說 我舉例子 高嘉瑜他是從什麼 港湖地區 我們港湖女生 高嘉瑜是從港湖地區選出來 但是選出來之後 他不是只有代表港湖地區 他在國會是代表台灣全國人民 可以嗎 因此他在國會當中所做成的決策 就不受原選區選民意見的拘束 他既然代表的是全國人民 他在國會當中所做的決策 就不受原選區選民意見的拘束 他必須立於全國人民利益的角度 來去做成決策 那為什麼我們有這三個字 是非純粹 因為我們和西方相較之下 西方各國沒有罷免 比較少罷免 那我們有 所以我們叫做非純粹的自由委任 好 這是跟你做的補充 來 下一題 下一題 第九 我國憲法的社會福利國原則 與下列何種思想作為什麼 作為接近 答案是A 社會主義 好 第十 下列哪些原則是大法官在4至499號解釋當中 明白揭示的憲法整體基本原則 來把那個憲法整體基本原則畫起來 好 把憲法整體基本原則畫起來 旁邊幫我寫上去修憲界線 大法官在4至499號解釋 他有揭示的四個修憲界線 那這四個修憲界線 就是憲法整體的基本原則 修憲界線 好 第一個修憲界線 第一個 民主共和國原則 憲法第一條 民主共和國原則 第二條 國民主權原則 民主共和國原則 國民主權原則 第二條 國民主權原則 好 再來 保障人民權利 憲法第七條到第23條 這些保障人民權利的部分 還有二十四條以下的權利分立與制和 這些都是憲法當中具有本質的重要性 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 而成為所有的國家機關都要遵守的義務 也成為修憲機關修憲的界線 好 所以這題答案 B 諸一 B 諸一 好 下一題 好 這些副選題 雖然是早期有副選題的考法 不過它是蠻值得拿來什麼 拿來我們練習的 所以我都會放到相關的脈絡 十一題 民主原則是我國憲法的基本原則 下列敘述哪一個是錯誤的呢 哪一個正確 A 民主原則屬於憲法中具有本質的重要性 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 這是對的 四字 四九九 B 我國憲法徵修條文引進政黨違憲的解散制度 旨在防衛自由民主的憲政資訊 這是對的 徵修條文第五條的第四項和第五項 好 C 第一 我國憲法對民主制度的建構以代議民主為原則 並不允許全國性的直接民主 來 那個 並不允許槓項改成同時服役 同時輔助以 同時服役全國性的直接民主 族 民意代表定期改選乃民主原則的核心內容之一 可以嗎 把定期改選民主原則畫牆 再來 一 司法N大法法法 法律委憲承查與民主原則互不相容 來 它沒有互不相容 它是可以相容的 只是說它們會呈現某種程度的緊張衝突關係而已 好 所以這一題正確的是 A B 族